1、2、1 范鴻浩天生右手发育不全 但他并未因此自暴自弃 在金融高中分享生命过程中 以实际的行动与孩子们切磋球技 展现独臂神射手 激励学子们勇于追梦 勇不放弃 我刚才跟那个讲师打球 我觉得他很厉害 就是他不会因为自己本身就有残缺 然后就会放弃 他是很努力自己去 一直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很喜欢打篮球 所以我就从他身上看到很多 就是很多喜欢打篮球的人的特质 就是不放弃然后一直打 我就觉得很值得尊敬 让我更加就是 对自己要有更大的信心 然后不要因为一些挫折 然后就放弃 受漫画灌篮高手启发 范鴻浩一路走来 阵线坚毅不拔的精神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范先生来 针对我们今天的生命讲座 然后给同学一些启示 那也因为他非常的坚持他的梦想 然后让他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达成他的目标 然后他也利用这样的机会 然后让同学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心路历程 然后鼓励同学能瞧自己的梦想前进 他们蛮有热情的对 而且也蛮认真的对 今天最主要目的就是 分享我自己的生活经验 然后希望可以鼓励就是基隆高中这些孩子们 与热爱篮球的机中学生切磋球技 范鸿浩用行动展现 没有能不能只有要不要的人生哲学 为基中学子上了一堂难忘的生命教育课程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